力争年终奖金 华航空服员落法抗议 无法无天 临飞陈主 出走 回家 出走 再回家 退天发暑 打压共会 华航不一样了 无法无天 临飞陈主 华航真的不一样了 空服员大庭广众下 为了力争年终奖金 竟然落法抗议 对于说实话的员工 你还要继续再打压下去 对于工会的成员 你还要继续 你们公司还要继续的打压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公司是什么 华航员工从上周开始 一连窜抗议 除了不满年终缩水之外 还抗议长期工时 超时等问题 但没想到尽遭华航 秋后算账 到天公开发言的四位空服员 还有一位机师 立刻处以停飞的惩处 员工表达诉求尽遭处分 华航出面澄清不是停飞 而是加强专业训练 他们的诉求应该是冷静下来 静下来我们来讨论 不是透过这种比较激烈的方式 那么来表达他的诉求 华航再三强调联终奖金优于去年 但只是发放方式不同 愿意和工会代表对话 加强内部沟通 动新闻综合报道 加强内部沟通